嗨 大家好 现在人在迪拜 准备出去吃个午饭 我看到家附近有一家麦当劳 我想去看看 先看看价格吧 如果合适的话我今天就拍吃麦当劳 不合适的话今天我就 给大家拍一下迪拜这种街边的汉堡 也算是低配麦当劳 话说迪拜这个天气真是 热的不行还刮风 就导致瓜全热疯往你脸上刮 汗都出不出来 汗一出来就直接蒸发了 这家就是我说的街边低配汉堡 我看最便宜的是 8块钱汉堡加薯条 8块钱和人民币16块吧 前面就是麦当劳了 然后你们看 其实像迪拜老城区这边 像这种小窗口 卖汉堡什么小吃的 便宜果汁什么的很多 基本最便宜都是8迪拉姆 所以人民币16块钱一份 20块钱左右吧 可以说是迪拜这边最便宜的食物了 人民币20块 这还有个卖二手电脑啥的 看里面那小车没有 有小车 这边很流行的那种小车 好多人 骑那种小车出去 里面这边太热了 骑那个车会快一点 是一家卖日常杂货用品的 还有卖奖杯的 这啥奖杯啊都是 轮花鞋 汉兵鞋 健身器材运动器材啥的 这家 OK 到外当劳了 这儿有甜品窗口 换一个帮 点餐机啊 我瞅一下 还能选普通话 普通话 唐食 看看啊 3.1G5吧 是36人民币 卖垃圾堡是 38人民币 卖香鸡是 三十 三十六人民币啊 看 看 烤餐 我预算多少钱 预算是三四十块钱吧 这是我的预算 烤餐搁哪呢 先点汉堡再点套餐是吧 可能 点个 我换成英文都不认识了 我就真是 我就制作个逼个麦克 就制作巨无霸 这不啥特色汉堡吗 一块往下滑呢 滑这儿还真麻烦啊 巨无霸鸡宝 这挺大的 还便宜 还能套餐 我操六十块钱一份套餐 亲娘啊 可能是吃不太起了家人们 我天哪 这套餐 这边套餐六十块人民币一份 点个双层集市吧 跟国内麦当劳我也天天双层集市 吃那个穷鬼套餐 十三块钱 现在那个国内麦当劳套餐涨多少钱了 这边有便宜的 我点个便宜的还好吃吧 点个双层集市 这边不想吃双层集市 跟国内就天天双层集市 但是这套餐六十块钱一份太贵了 九八才十八 上面汉包比九八还贵 这个二十七是啥 看其他的吧 包 这个包是什么 没东西 看开心乐园餐的 不然我点个开心乐园餐吃 豪华素食豪华汉包 不然点个这个吧 这便宜八块钱 这边太贵了也 我看看那个菊 那个双层集市多少钱呢 市改成套餐 套餐也要最便宜要四十块钱一份 我还是点个素汉堡吃吧 刚好我也跟国内没吃过素汉堡 来个素汉堡吃 素汉堡最便宜的是五三十块钱 不过来片别的吧 点个素汉堡吃 最便宜套餐 这还有小杯呢 小杯零度 有什么饮料呢 这些饮料都不需要单价钱 都点个小杯零度吧 小杯零度加 要得加钱 加一鸡肉汉堡 才加十二块这么厉害 加个派是十块 加个新地 十块人民币 新地都十块人民币 垃圾 加什么呢 加个汉堡不加了吧 不添加 然后是小杯可乐小手条加一个汉堡 是个性化 能改成不加兵吗 清凉少兵 改个少兵的可乐 添加加入订单 看这能怎么付钱啊 看我的订单 还能担加 担加 担加 这还贵呢 跟刚才那个街面点是五块 这边变七块了 完成订单 再次付款 我是全台付款 再次去柜台 餐桌服务 有牌子 我可以选餐桌服务 拿一个订二十四 二十四哈 咋付钱呀我想知道 能微信支付宝啥的吗 给大家拍下上边菜单 上边菜单也基本都是 二十三十 迪拉姆一份啊 这边套餐啥的 还有卖饭的 OK现在参齐了 小可乐小薯片 加一个素汉堡 人币三十块 这是这边最便宜的套餐 有点悲哀 挺怀念国内那个穷贵套餐的 十三块 汉堡加薯条 当然国内我一般都 点两个穷贵套餐 一个汉堡薯条 还有一个派加饮料 大概都这样 或者冰淇淋加饮料 反正就是随便点个 一个小时加饮料 你没放盐啊这个 放了盐但是很少 盐量很少 不好吃 应该都放上盐呢 番茄酱倒是挺多 直接给两包 国内的话 番茄酱啥子 给的挺 比较抠 这个西瓜还像纸包着的 一点也不 环保 像国内都是直接对着喝了 说到番茄酱 说一番茄酱 国内的番茄酱给的比较抠啊 说番茄酱有什么限制的 我也都知道 我当时跟肯德金白当劳 兼职了很多年 就是 看一讲 每天什么什么 都有限制的 也不能给太多 那应该超了 来尝尝迪拜 番茄酱吧 就是番茄酱味嘛 太酸了这个 小米 小米国内的番茄酱 酸了很多啊 这个也标号了 就是四号 看上面倒是四号 跟国内的番茄酱 国内的番茄酱不也是吗 按号分什么 越酸越甜的也是 多少号多少到多少号 比较偏甜 多少到多少号比较偏酸 尝尝五号 尝尝五号 这个烧味没那么酸了 不都不说 里外这边什么人种都有 刚才有个麦当劳员工过去 我认为他是中国人的 说一嘴阿拉伯话 但他确实是阿拉伯人 他长得很像中国人 然后这边还有黑人 还有阿拉伯本地人 什么什么样的面口 都能跟这边找到 现在来看看我的素质汉堡 生菜西红柿还加一个 生菜西红柿加一个 这个是素饼是吧 酱呢 酱是那种 黄色的酱 酱什么酱 烧烤酱还是汉堡酱 不好意思 这什么肉饼有人知道吗 确实没吃出肉味来 是这种素菜饼 不是肉饼 是素菜饼 一股咖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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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醋的没啥味 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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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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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一天要200块钱 已经有点顶不住了 开始怀念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日子了已经 有两个黑人老哥走上来 他们是一人拿一个汉堡 好像也是 这边一个汉堡的话 大概是套餐价格的一半 套餐的话只是 加一个小薯条和一个小饮料 套餐下来我也可以直接点两个汉堡吃 我不太需要这个小薯条和小饮料 对不对 点两个汉堡的话就直接饱了 像这个8块一个点两个大概16 这个一个套餐 加一个小薯条就15了 下午可以点两个汉堡 两个汉堡肯定能吃饱 还是黑人老哥从未来 这边点套餐 比较亏 我现在看出来 这是土豆饼 这土豆饼 土豆咖喱饼 刚才有个 麦当劳上班小哥路过 我跟他聊了一下 他说他一个月能赚 1200迪拉姆 2400人民币 还没国内麦当劳多 国内麦当劳一个月要三四千了吧 对不对 我在北京的话 北京麦当劳一个月正式员工的话 有无险 一斤好像没有吧 无险 然后一个月要三四千人 他们这边消费比国内高 而且但是收入比国内还低 具体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国外人嘛 因为就是南亚 很多其他国 国家的人来这边 来迪拜乌工 虽说他们 一个月收入在这儿只有2400人民币 但是在他们 本国的话他们收入比这个还少 就是刚经过那个算过 然后他们迪拜本国人呢 收入可能一月几万 几万迪拉姆啊 他们收入的话就是相差十倍 我算一下 一千二迪拉姆和一千 一千四十块钱 一天八十块人民币 一天四十迪拉姆 三四一千二对 一天四十迪拉姆 我这边淘餐就十五迪拉姆 可能他这边 我不知道他是包住还是怎么着 还是一天四十迪拉姆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生活吧 四十迪拉姆真的挺少的 八十迪拉姆 跟国内的话一天八十可能够了 勉强够 跟这边的话 就我觉得就是四十迪拉姆什么都干嘛 随便吃的饭的话十块钱 一天跑去早饭 午饭晚饭 二十块钱 加上喝加上吃 加上住 是不是 要他有堆住的话 就一天二十多迪拉姆 可能一个月还能剩点 不知道咋说 挺艰难的吧 刚出麦当劳的门 出完发现对面还有一家肯德基 我没注意啊 其实对我来说差不多吧 麦当劳就是实惠点 汉堡好吃点 肯德基就是吃炸鸡 既然肯德基就在对面的话 我顺便也给大家看看肯德基价格吧 看肯德基跟麦当劳究竟哪个便宜啊 给大家看一下肯德基的啊 一套餐四十多 嗯 好肯德基的更实惠啊 你看肯德基一个沙拉汉堡 加鸡翅加薯菜再可乐菜二三 你看 亏了完了 应该吃肯德基的 亏了亏了家人们 亏了也好像 这比麦当劳便宜也好像 不过就是这边菜单没有中文啊 我再看看 二十多十九 十九二十 二十三的话大概四十六人民币 我找到最便宜的套餐啊这边 这边最便宜的套餐是哪个 最便宜可能这个 这汉堡坎也比那个素食汉堡强啊 完了亏了 亏了亏了亏了家人们 你看这个 一汉堡加一薯饼加鸡肉 应该是 加薯菜加可乐才十五 跟我刚那套餐一样钱 完了 亏大够了家人们 大家来迪拜要吃肯德基麦当劳 吃肯德基啊肯德基更便宜 有我这个前车之鉴 大家还长长记性吧 肯德基比麦当劳便宜这边 天呐 亏大够了今天 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我都跟你们说吧 下午身上发生的这件事给大家一个提醒了 就是买东西之前一定要货币参加 或者说 前面差点坠尾了 或者说的话 你买完东西之后就不要去另一家再看价钱了 不然可能会 发现比你刚买的便宜 你会后悔的 像我今天晚上可能就睡不着觉了 亏死我了 我少吃一大块鸡腿肉 然后导致我现在没吃饱 导致我现在要去身后的超市再买点吃的事 超市里买的饼干 这饼干跟国内物价都差不多 大家乘以二就行了 这微话四十块钱一袋 像 像哪个 看着奥利奥 那也是五块钱一袋 跟国内差不多 这个 这也是八块 国内好像六七块 比这便宜的 饼干差不多 我们买袋饼干吃吃 OK现在刚从超市出来 买了一个 好像是跟去园区那边那个 差不多吧 前几天去园区那个 买的饼干 也是3.5 3.55迪拉姆 大概是七块钱人民币的样子 然后呢 这一期就这样了 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 帮我点点赞 关注啥的 为了我亏掉的一大块鸡腿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